提問要特別注意 太陽下當中最大的星星 木齒 明天會到這個衝的位置 它就是這是 整年趟天來 最接近地球 也是最高的時尊 這晚上好 民眾雅頭 就能看到這個 很高的木齒 這個說也是兩千空 二十年進展 最大最高的一次 頭過不然走的 可以穿車看到表面 有一條一條分大 這就是太陽下當中 最大的行七 木齒 明天在二十九號 它會剛好運行到衝的地方 也就是木齒 地球太陽的一條山 因為在地球上近 跟加上角度的關係 是最適合關上的時尊 因為木齒是更大 更更 它在傍晚的時候 就會從東邊升起來 然後在午夜的時候 大概就會在你的頭頂附近 那到了凌晨的時候 它才會慢慢下去 所以你整個晚上都可以看到它 木齒因為非常大 所以就算地地球 足足有五億九千萬公里 透過不然走 也是可以看到它表面的變化 其中最適合的就是大紅斑 其實就是一個大方法 另外木齒的 年進展最大最更的一次 如果想要看更清楚 可以在農國的天文館去管上 不過如果這次沒看到 後來要看到更大更近的木齒 更要等十一年 記者致電視職務員 吼加坡 台報報道